我昨天是从Gerald那里听说了这款工具 据说现在很火 然后我也实际的测试了一下 发现非常有意思 这款工具它是想把Google Docs 这种在线写作的痛点给你解决 特别是这里用到了人工智能 今天我给你演示一下 人工智能帮助你克服这个叫做Writers Block 就是写作当中的时候突然发现 我写不下去怎么办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便利 至少是它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随便输入一些东西 比如说 I got this new writing to yesterday It uses GPT-3 to help the writer 好 这是我输入的内容 然后你只需要这个command 再加上回车就可以补全了 我们等一下 这个是调用GPT-3 我们来看看 我写了一段 我补了三段 It's very cool I'm not sure how accurate it is But it's definitely faster than me 我觉得说的还真对 就是我没法确认它的准确率 但是确实这个速度 让我这写这三段可没那么快 对吧 然后这还吹一段 我这个最新的文章 用一半时间就可以写出来 然后all all 总结一下 对这个东西 我多么的开心 之后呢 根据它给我补全生成的内容 我还可以做一个东西 就是让它帮助我标题 拟定一下 看看我多懒 对吧 这个现在不光内容 我写了一段 它给我写三段 我还可以让它给我来整这个标题 它会给我一些建议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自己去选的 你看这个啊 这个第一个GPT3 帮助你写得更快 然后呢 这个还有这个 用GPT3 使你写得更快 我们随便选一个 好比说这个 我们拷贝下来 对吧 然后在这儿 我们给它 这也就是说 从你想有一个构思 写下第一段 后面的事儿 基本上全由GPT3 这种人工智能帮你搞定 这就是Lex这个编辑器里面 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的 这样的一个方案啊 我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它补的东西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挺这个 合乎我们现在的逻辑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是不是Lex这里面用GPT3 就是意味着我们只能拿这个英文 来进行这个补充和题目生成的 当然不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中文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得切换一下输入法 然后尝试一下 也就是说 我昨天去了动物园 看到了老虎和大象 随便写 然后我很懒对吧 咱们就come on 加上回车 你去给我补充 补充这些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回可以给我们生成什么 我喜欢老虎 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我觉得它们很可爱 大象虽然很大 但是我并不怕它们 我觉得它们很懒惰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人工智能自动的 那接着来呢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啊 它继续的按照我们这些来补充 跟着懒惰号只想睡觉啊 所以说它这个补充是非常注重上下文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动物园 这太惨了 所以我很开心 我希望我能再去一次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啊 给我们生成这个标题 应该跟动物园老虎大象这些有关 对吧 哎 它给我生成的全都是英文的 a visit to the zoo enjoying the zoo 等等等等啊 你还可以让它去体现出更多的 我们来看一看 a day at the zoo a tour of the zoo 反正都是很合拍啊 那为什么这里面都是英文 它不是中文啊 现在这个我还没有搞清楚 不过我相信随着它不断的迭代进化 而且这个发生的非常快啊 我相信后面会越来变得越好玩啊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这个中文补权啊 和这个标题选定 先放到这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使用啊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呢 现在的这种补权 可以在写作的时候 给我以各种不同方向上的一些这个提醒 让我知道有一些线索 可以促使我继续的写下去 有的时候呢 想偷懒 也可以用它呢 来写一些比较城市化的这样的语句 甚至是段落 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平时的写作来说 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评论 转发 加关注 我是王树毅老师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